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 这是一部被遗落的动作经典 精彩菊伦的动作设计 是镜头极具视觉冲击力 生猛的打斗场面 有了拳拳到肉的快感 慢镜头的运作 也让画面充满张力 展现出来酣畅淋漓的快感 1930年的上海 是全国人民的梦 肯拼能养活妻儿 愿卖命更能出人头地 这里只有一个道理 弱肉强食 逝者生存 纸醉金米底下 却是无数枯骨 可年轻人还是蜂拥而来 寻找梦想 青年马永珍 就是浪潮中的一员 说来有趣 马永珍为人刚正不额 更是天生神力 一拳就能打死牛 由于每次出手都会闹人命 不得已 只得离开村子来上海谋生 几人一同来到出租楼 投靠村里邻居牛哥 牛哥为马永珍 一行接风洗尘 通过攀谈得知 此时的上海被斧头帮笼罩 四大巨头风光无限 可就在这年 突然发生变化 蹦出来一个人 他叫龙七 龙七原本也是个穷小子 后来他靠着自己拳头 一条街一条街打下来 更是一根烟的功夫 将四巨头之一 稀有二十年内功的陈某 活活打死 划分地盘 独享半个上海 常言道 风云莫测 谁也料不到下一个人物会是谁 牛哥带马永珍来上宫 老板是个生意人 自然想看看小伙子们的气力 天生神力的马永珍 果然不负众望 打遍全场无敌手 更是将公投轻松撂倒 赢得全场欢呼 小日子蒸蒸日上 肉眼可见 一天比一天好 可天有不测风云 同伴陈叔动了小心思 他家境贫寒 独自照顾女儿 在上海打拼多年毫无起色 为了让女儿接受教育 偷拿了斧头帮鸦片 想借此发笔大钱 送女儿去香港读书 可送的货都是有记录的 更何况还是鸦片 斧头帮清点的时候 发现少了一包 直接带小弟来出租楼要人 放眼不交人 就扫平整个院子 马永珍看不过斧头帮 既眼嚣张 就要冲向头领黑毛 最终却被厨自铁书阻拦 铁书是个世外高人 出面抵挡斧斧头帮找牙 黑毛眼见不是对手 只得逃窜 可事情并没有结束 马永珍内心久久不能平息 一包鸦片 竟能跟人命话对等 他独身找到斧头帮黑毛 要为陈叔讨回公道 马永珍赶独自前来 自然有所仪仗 他天生神力 有着一身好功夫 面对斧头帮找牙围殴 丝毫不惧 更是以寡敌众 如同狮子进了兔子窝 将斧头帮找牙打得七零八落 后将鸦片交给警局收管 可惜的是 马永珍错了 世间并非简单黑白之说 由于设施未深 他不知道 这批鸦片牵连甚多 就连幕后的日本人 都忍不住浮出水面 寻补房保不住这批鸦片 最终也难免被人押走 心中的一枪正气 让马永珍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另一边 龙七也得到鸦片消息 带上小弟要在中途截获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本该押运鸦片的军车上 却窜出来个马永珍 马永珍扬言 自己要这批货 龙七却与他定下约定 在一根香烟熄灭前 如果马永珍没死 那这批货就是他的 两人都是五夫出身 说完就不再言语 直接动手 龙七手上功夫在上海闻名 而马永珍也不是常人 一旁的香烟静静燃烧 战斗却呈胶着之势 两人你来我往 拳脚相击 根本分不出高下 最终香烟熄灭 马永珍已赢下约定 龙七欣赏马永珍功夫 自然也不会失言 眼见马永珍将鸦片燃毁 更是发疯般大笑 马永珍私下将鸦片燃毁 事情的后果也接连而来 牛哥被斧头帮报复 脸上鼻青脸肿 唯恐马永珍连累自己 直接将他扫地出门 马永珍无奈 只能去找龙七 龙七和马永珍也是不打不相识 两人经历相似 性格相投 龙七更是声称 马永珍是自己兄弟 马永珍白天在七重天上宫 晚上回到出租屋休息 期间与铁叔女儿丽花 有了好感 光阴如水 时间一转而逝 马永珍和龙七 情分日渐深厚 平时无事就互相切磋 两人之间也是无话不谈 龙七想让马永珍 跟自己打拼 一同打败 斧头帮三只豺狼 踢走日本鬼子 马永珍婉然拒绝 称自己答应过父母 绝对不会加入黑社会 龙七一笑了之 不再提起此事 正所谓 树欲敬而风不止 龙七手握半个上海 自然会跟日本人打交道 但他痛恨日本人侵略中国 心中憋气 不发不快 拒绝和日本人合作 最终导致两方不欢而散 特务投资乔本 转而找到统治另一半上海的斧头帮 和三头目谋划干掉龙七 斧头帮早对龙七积怨已久 双方一拍即合 他们首先找到龙七好友马永珍 铁叔带着马永珍去往斧头帮 与斧头帮头目谈何 铁叔来历不小 从前是斧头帮老大 因厌倦纷争才退隐江湖 他以自己名义担保 马永珍会立刻离开上海 三头目虽表面答应铁叔 暗地里却是各怀鬼胎 另一边 七重天内 龙七遭到斧头帮刺客暗杀 马永珍接连赶到七重天救人 和一众斧头帮杀手搏命 与此同时 铁叔也遭遇斧头帮阻截 一伙人气势汹汹也是来者不善 但铁叔和俩女儿都有真功夫 和斧头帮爪崖斗不落下风 这时日本杀手出现 直接抛出一飞镖 飞镖急速旋转 为了保护女儿丽花 铁叔被飞镖刺伤 日本杀手紧接冲上 顺势将铁叔打成重伤 丽花随后被斧头帮抓走 马永珍带着龙七逃走 路上遭遇铁门机关将两人隔开 龙七让马永珍离开上海 以后好好活下去 毅然走向身后杀手 负伤猛虎被一群恶狼围攻 虽猛虎势不可挡 可狼群却是接连不断 最终 龙七不敌被日本人杀死 马永珍在铁门后 眼睁睁看着兄弟龙七死去 怒游心声却无可奈何 回到出租屋 发现一片狼藉 铁叔用最后一口气 劝马永珍放下仇恨 带着爱人过上安稳日子 可马永珍心中仇恨和怒火 已是燎原之事 他奋不顾身 独自来到罗汉塔 用拳头打进斧头帮总部 面对黑压压的斧头帮找牙 马永珍拳头不再留守 以高手自不量力和马永珍对拳 直接导致手臂骨折 马永珍一路势不可挡 斧头帮三头目图有续名 不是马永珍一合之敌 更直接被两拳打趴 马永珍呈现宗实风反 面对回旋镖杀手 打出咏春拳与之对敌 小伙子身体经不起折腾 飞踢时被马永珍一拳打飞 日本死士接连出现 用人海战术对付马永珍 心中怒火化为无尽动力 马永珍宛如一台战争机器 双臂挥舞不知疲惫 将丽花救下后 马永珍转身继续登塔 寻找这件事情的主谋乔本 乔本早已等候多时 想用利益让马永珍屈服 谁知自己刚开口 就直接被马永珍怒吼打断 知道此事无法善了 乔本抓起身旁武士刀冲向马永珍 武士刀身锋利无比 乔本的剑术也是出神入化 仅仅一个照面 马永珍身上就满身伤痕 正所谓一力降识会 马永珍走得刚猛露术 乔本十刀都不及马永珍一拳有力 剑撞的体魄使得马永珍无惧武士刀划伤 马永珍用胸膛卡住武士刀 右手距离一拳 直接打中乔本下巴 尽力从下巴震荡小脑 导致乔本昏死过去 终是为众人讨回公道 恶战是由黄金甫指导 吴允龙 洪金宝等人出演的剧情动作类电影 为了突出时代的昏暗和陈旧感 影片也以灰色调为主 精彩绝伦的动作设计 使镜头极具视觉冲击力 拳拳倒揉的镜头 更是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各种慢镜头也恰到好处 导演可能有意再向李小龙致敬 吴允龙的造型和表演让人看到稍许影子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电影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一哟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